在中国南方 有一种民坟叫龟壳墓 坟头不是像北方中原地区流行的那样土馒头状 而是用水泥、砖石铺等硬材料 胶筑成乌龟外形 但这种龟形墓只是形式上的 墓却还是传统的安排 有一种龟形墓正好相反 地面坟头不见特别之处 但地下的墓穴会做出龟的形象 比如圈顶做成龟形 在封土层中摆出龟的造型 挖出龟形墓穴等等 龟形墓又称龟墓 河南周口象城南顿镇境内 便曾发现过这样的一座龟墓 但这一座很怪 2005年3月至5日 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对大广高速公路 象城田云村附近取土区 进行文物勘探 共发现战国、汉、唐、宋等 各个时期的墓葬三十一座 并进行了清理发掘 龟形墓即其中一座 考古清理前 此墓已被破坏 上墓封土被推土机推去 但下面部分完好 据考古报告 龟墓并不大 南北长1.36米 东西宽0.67米 墓室深0.45米 但形式怪异 奇特 龟形墓平面呈六角形 椭圆状 墓的每个脚向外伸出 约0.12米 酷死龟的手足尾 墓的构筑方法 易拐 先是在原地挖成墓葬的形状 在平地砌柱墓室 无铺底 墓顶为平顶 最上层东西向平铺五块砖 第二层墓顶是第一层砖下面叠压 外错约0.13米的一层瓶砖 第二层瓶砖下面就是墓壁 墓壁由侧器的一层砖构成 随葬物品摆放位置更拐 可以说非常罕见 在墓的正中心放置瓷罐 瓷罐底中心放置一枚 万里通宝铜钱 铜钱上置一个墓棍直达墓顶 墓棍有大鸡蛋粗 直径约3.5厘米 大部分已腐朽 残长34厘米 棍底部残留有铜钱的痕迹 当初棍角应该放有铜钱 在墓室的四角还有特别的布置 东南角放置一件铁梨滑 西南角放置一件橄榄瓶 东北角放置方形砖艳 西北角放置一件褪鱼 这些器物的周围 则散布各种铜钱 有祥福通宝 祥福元宝 元峰通宝 万里通宝等 出土的十枚铜钱 年代最晚的是明朝万里通宝 橄榄瓶的造型也具有明朝器物特征 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规墓的年代应该为明晚期 此墓的断带并不难 而推测墓葬的属性和墓主的身份分析就麻烦了 墓主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做成闺墓 在现场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墓主的骸骨 哪怕是一颗牙齿也不见 考古报告分析是 应年代久远 尸骨已朽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据说在陶馆中 有一些土样的灰之物可能是骨灰 为什么会是这样 荷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 考古专家贺本性认为 这是一座带有宗教性质的火葬墓 这一说法有道理 龟墓长度不足以躺下一个成人遗体 骨灰墓倒是很符合 龟是古人眼里的神奇动物 寿命很长 年间有千年王八万年龟的说法 又有千岁龟元 能与人女一说 被视为可以与神交流的灵兽 先晴三代时期 商人曾用龟壳来占卜 就是冲着这一点 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带补瓷的甲骨 这些补词就是甲骨文 早期龟与龙凤铃组成四陵 后来风水理论形成后 则与龙虎雀组成四陵 由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 北玄武的说法 玄武就是北方的神龟 为什么称龟为玄武 在龟蛇斗中 龟能弄死蛇 勇敢威武 故意武明之 再与北方的玄色黑色配合 就成了北玄武 但具体到龟墓 理由便复杂了 龟墓的出现 与龟崇拜的有直接关系 在墓葬文化中 有的官床用石龟 用铜龟来支撑 墓碑用龟形碑 墓制做成龟形墓制 甚至 有的将墓地规划成一支巨龟 考古发现的 北魏延昌二年 公元五一三年 拔元显峻的墓葬平面 便设计为龟形 在古代 龟崇拜不只表现在 墓葬安排上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有龟的影子 如龟印 龟符 龟宴等 就此 考古人员认为 龟墓的主人 是具有一定的宗教背景的 高寿老者 极有可能是一位道家人士 理由是明朝晚期 明间道教盛行 从墓随葬器物的摆放 就透露出浓郁的宗教色彩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 最具新闻性的观点认为 龟墓的主人是青楼女子 妓女 根据是 墓中间放置陶罐 底部的孔寓意为女婴 放在陶罐中间的墓棍 寓意为羊具 墓棍下面有铜琴一枚 很形象地说明了妓女职业的性质 而墓西南角放置了一个 口小度大的陶罐 很像佛教观音菩萨的 阳流敬平 古时妓女把观音菩萨 封为行业的保护神 故推测 墓主是位青楼女子 死后倾气将其火化 把骨灰放于陶罐中 置于墓里 并将墓做成龟形阵枝 大概意思是 来世再也不要脱生妓女 这一说法有点意思 但缺乏说服力 孔里插根墓棍 就代表墓主生前的职业 我看还是升职崇拜风俗呢 谁都知道 人们是羞于说出 自己是妓女的 即便在当下也是这样 就算是青楼女子 也不愿意死后 还会打上职业标签 再说 妓女的社会地位 在过去是极其低下的 谁有心情整出一个 形制特别的规模来 我认为 这确实是一座 带有宗教色彩的墓 是迷信风俗的反应 墓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者 如难产 自寻短见 他杀等等 出于辟邪和压碎的需要 才做出这种归姓墓的 墓寺桥摆放的四样东西 都有寓意和作用 铁梨华氏镇墓用的 橄榄瓶则是招魂瓶 印和拓鱼 则表示墓主生前的身份 可能是一个文化人 或者是读书生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江西发现千年古墓 内有一条国宝龙 专家赶忙派军队保护 五国古代的社会 是一个礼教的社会 什么叫礼教呢 其实就是长幼尊美有序 等级制度分明 在这样的传统下 古墓自然而然的 也就反映了一些东西 比如龙这样传奇的图腾 便不可能出现在 寻常人的墓穴之中 当然 这种说法只是推测 并没有被证实 而江西发现的千年古墓 出现了龙的形象 甚至专家还无法验证其 是否所皇室的墓穴 就有些让人诧异了 1969年的时候 古墓文化盛行 那时候 专家们都特别喜欢去开采古墓 当然 这种习惯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因为现在的人们已经意识到 不当地开采古墓 会导致很多珍贵的东西被氧化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秦始皇帝到现在都没有被开采 而西安德兵马俑最开始出土的时候 还是彩色的 后来因为和氧气的反应 瞬间失去了光泽 1969年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 他们只知道 那里有个古墓 就应该去挖掘出来 江西的这座千年古墓 最初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因为江西的古墓也不少 这个古墓居然还是一个农民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发现的 据说当时这个村民 压根就没有想告诉上头 毕竟在当时的社会 大家都很穷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 所以一点都不害怕 古墓里的阴僧 只想要去里面 找一点值钱的东西 为了生活 其实这些都可以被理解 所以最初这群 偷偷进去的村民 也没有受到处罚 当一个人发现了古墓 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 也都想要去里面 弄点有钱的东西 这时候 有些胆小的人不敢去 也借不得大家去 便将这件事上报了 上报之后 上头派来了一群考古专家 这群考古专家 本来也就没有当回事 以为是上头安排的一个任务 过来转转就行了 毕竟在他们眼里 农民在田里发现的古墓 估计不会是什么名贵的墓 但是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古墓是真正的千年古墓 在这个古墓里 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青铜器 后来被证明为是商朝时期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根据专家们的说法是 用来喝酒的东西 当然 如果只是商朝的 倒也不可怕 令人唯一所思的是 这个青铜器上还雕刻着一条龙 这就是非常伟大的发现了 于是考古专家立刻上报 没多久 上头就派了军队 将古墓看管起来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